哈喽大家好我是维恩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三国英雄的荣光关羽简介 没错那我们就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关羽吧 那关羽我没记错的话 如果没记错啦 因为这已经是快两个月前的事了 他应该是初始能拿 初始会送新手的将领之一吗 应该是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初始会送新手的将领之一 那我们看来简单看一下关羽 他是属于蜀汉阵营的 那是个名将 那他是普通名将 他是普通名将 他是普通名将 所以碎片方面来讲不会太难凑 不会太难凑 那关羽自云藏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接着我们来看 他是个武将 那四维的部分 老实说因为我这宝物有影响 四维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武力加了6点 统帅加了25点 智力加了9点 所以我们稍微扣回来一下 武力加了6点嘛 所以他本身 本身武力啊 白值啊 105啊 本身白值105啊 那统帅加了25点扣回去 这样只有70几对吧 25扣回去 78 78 算是快要没救的统帅 快要没救统帅 但是因为我正好 装备把它拉起来了 正好装备把它拉起来 这25桶的装备 那9点致力 9点致力 所以关羽原本的致力 只有80点 只有80点 那魅力本身96点 没有做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是 关羽除了统帅稍微啊 真的是稍微偏低以外 78稍微偏低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算是蛮良好的 都算是蛮良好的 其他的三位都算是蛮良好的 尤其是武力 那我们接着来看他的天赋 天赋部分 威震华夏 当我方发动英雄技能 对敌方部队造成伤害时 有30%的几率将敌方英雄直接斩杀 那附加效果 若我方武力高于敌方英雄 则发动军神造成伤害时 威震华夏的斩杀几率提升7% 好 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天赋 威震华夏呢 简单来讲就是 你的英雄技轰出去 有对对方造成伤害的时候 30%的几率可以把敌方英雄斩杀 那把敌方英雄斩杀了有什么好处呢 呃我记得疑问这边有问 就是 这边这边有几个疑问很有趣的 我看一下 那 呃 像这个 一个英雄技能伤害如果多段 是不是每段都触发斩杀 或者叠加斩杀几率 不是多段伤害还是只有一 再一次伤害来计算 所以你的伤害是多段的没有用 还是只算一次而已 那接着 呃 发动英雄忌弹未造成伤害或被无懈 掉会不会触发斩杀 当然是不会要造成伤害才有几率 触发 那斩杀敌方英雄有什么用呢 敌方在本场战斗将无法发动英雄技能 那 无法发动英雄技能表示啊 就是上排这一排五个英雄技能会废掉 放放不出来 但是 但是 武将本身的天赋 会持续存在 武将宝物的属性 也会存在 冰种的技能 依然发得出来 依然发得出来 所以关于 斩这个威震华夏的 就是 对于那种英雄将很伤 就是 如果他砍下去 把你的英雄给斩杀了 那你英雄将基本上就 呃呃呃就呃 直接大部分伤害都没了 但是对到冰种将来讲 对到冰种将来讲 相对没有差那么多 因为他的伤害主要来自于 他的旗下的冰种 所以他本身 他本身带的技能 可能就是辅助冰种在用的 所以影响会没有那么的大 会没有那么的大 那尤其关于的 其实他的主天赋的 四维比拼 武力高于敌方英雄 发动军神时造成伤害 威震华夏斩杀几率提升7% 也就顶多来到37% 而且你要知道一点 军神 军神 他是一招远二技能 他是一招远二的技能 是关于的天神技 所以相对比较尴尬的是 你不能 你没办法在远一 就直接再多一招 抢那个斩杀几率 那我们接着来看觉醒 那关于的觉醒 关于的觉醒是 开服第一个月 用标的 用标的 那一次 讲到标关于真的很蠢 那一次我就想说 我最后三秒钟按下去 我最后三秒钟给他加加加下去 然后我当三秒钟按的那时候 突然画面中间转了一个小圈 我想转圈 然后等转圈完回来 竞标结束 我记得我们的关于是六万多成交的吧 六万多元宝成交的 那时候没标到 不然关于的觉醒天赋 我就是觉得还可以 斗志 每次英雄技能伤害 若为斩杀敌方英雄 则下次英雄技能伤害的斩杀几率 将提升5% 最多可增加至50% 就是关于要是可以放出 10次伤害对方的英雄技能 就可以把 不是10次 4次 你只要4个技能 放出4个技能都没把敌人斩杀 你那第5个技能 就会有高达50%的斩杀几率 那如果你4个技能是远一 那你在 你的最后一招军神 你的4招都没有斩杀 那你的最后一招军神斩出来的时候 你武力有高于对方的状况下 你是有57%的几率 去斩掉对方英雄的 算是相当高的几率了 那如果这样都还斩不掉 那这位人 这位人凶只能认了 只能认了 真的 只能认了 那销手 当敌方兵力少于30%时 则我方造成伤害时 有35%几率 直接消灭对方部队 这边就是对兵种直接做伤害了 这边不是对 就是不是斩将的部分了 是直接消灭兵种了 对 所以觉醒的关羽啊 应该这样讲啦 关羽整体上来讲 关羽整体上来讲 就是围绕着这个斩杀 这个砍头机制在玩的 就是围绕着这个砍头机制在玩的 基本上 你的关羽 只要能先手 并且成功斩杀掉对方降临 赢的几率蛮大的 只要战力不要超 只要你的对手 不要超越你太多太多 基本上 越战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有成功斩手的话 越战是没问题的 因为 英雄 英雄将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人还是很靠英雄技能 那个英雄技能吃饭的 所以 你只要能成功先手 把对方斩掉的话 那你赢的几率很高 那越战的几率也不低 但是 这是建立在关羽 有成功斩杀人头的状况 前提一下 如果没有成功砍头 没有成功砍头就 等于他整个没有天赋 那既然他的天赋 这么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缘分吧 他缘分跟吕蒙的 五胜则己 被吕蒙给宅了 当我方部队被消灭时 对敌方全军造成 我方部队一定最大兵力的伤害 那该伤害不会受到 百分比兵力减免效果的影响 反正就是这个伤害有打 这个游戏呢有打趴伤的 那有减免趴伤的 那关羽的这个宿命的趴伤呢 是不可以被减免趴伤减免的 我我无效 我无效你的无效 我无效你的无效 大概是这样 那吕蒙呢 目前第一次测试 还没开放 但是其实你可以借由点 他的碎片 你可以看到吕蒙的技能 可以看到吕蒙的技能 对你可以看到他的技能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觉醒天赋 其实两条是不一样的 所以应该是有做好了 还没释出 还没释出 那所以一侧的关羽 直接少了一个缘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张飞的 万夫莫敌 当敌国在陈直松的部队 大于本国部队数时 我方发动英雄技能 对敌方造成的伤害提升 最高可以来到15% 那简单来讲就是 敌人大军央进啦 没关系 我万夫莫敌 万夫莫敌的前一句是什么 义夫当官啦 义夫当官万夫莫敌啊 直接加15%伤害啊 那个人觉得 这影响还蛮大的啦 影响还蛮大的啦 有时候对方幻影放一放 诶 你的部队数量就比我多了 百嫖15%伤害 舒服 舒服哦 鲁术单刀富贵 我方受到无国英雄部队造成的伤害 降低最高15% 无国英雄还是部队 所以无国英雄本人的英雄技 打出来的伤害 是不会降低的 那满级就有15% 那个人觉得 这个天赋 这个宿命 颇没用 颇没用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颇没用呢 基本上你等 等你把 呃 一册四十只英雄将领 看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现在的无国将领 相对弱势 相对弱势 也不是相对弱势 非常弱势 非常弱势啊 相较于群雄啊 曹魏啊 跟蜀汉来讲 尊无的英雄相对 真的很弱势 真的很弱势 弱到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弱到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那单刀富贵就是 鲁树 鲁树 邀请关羽去无国开个会 我们关羽拿着刀 拉着鲁树一起走 鲁伯伯表示 不要这样啦 有必要这样动刀动枪的吗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他跟黄中的 丈夫老族 我方傲气值会提升 我方部队攻击 那当你成功击杀 敌方部队的时候 你会获得一点傲气值 那有些人的天赋 可以避免获得 那关于本身是没有的 本身是没有的 所以当他获得傲气值的时候 可以提升我方部队 就是兵种的攻击 那由于黄中的碎片呢 黄中的碎片 黄中是 在依侧 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 很后面才开放 而且他的碎片 比较快速的来源 是要花元宝去买 而且是很贵 还不会折价的那一种 所以我的黄中 没有多余的碎片给他啦 没有多余的碎片给他啦 那基本上 老实说 我的关于也不是主练 我的关于也不是主练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关于 只要在有傲气的情况下 跟敌人 跟玩家对打到的话 输的几率很大 那就算有了这个宿命 输的几率还是很大 因为其实老实讲 我的关于 打同战力的 要看状况 稍微越战一点的 有没有展到头才是重点 那越战太多的 那个就打不过了 那个就打不过了 那就不管 所以变成说 这个天赋老实说 有点那么激热啦 有点比较 对我来讲有点激热啦 因为毕竟他不是我的主练 毕竟他不是我的主练 所以没办法说我可以扛着傲气 增加部队攻击 还是硬是把 跟我战力差不多 或者是把 高过我一些战力的人给宰了 对我来说啦 我的关于就是 有斩到头 这一局就有机会赢 应该说这一局赢的几率就开大 没斩到头 没斩到头就只能哭啊 不然能怎么办 最后滑驼刮骨疗毒 当我方发动回春时 有机率移除我方部队所有的负面效果 回春是在每回合的结束发动的 所以其实 这招对关于来讲 算是不错的 避免吃到一些负面状态 关于放不出英雄技啊 或者是部队丢不出技能来 这对关于来讲非常不错 但是有一个重点 有个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回春这个技能啊 回春这个辅助技能 它需要魅力达到98 那我们的关于初始的魅力是多少呢 我们关于初始魅力是96 不含装备 不含装备 不含装备有96 什么意思呢 你的关于要用回春 你至少要再称两点魅力给他 你至少要再称两点魅力给他 才能使用回春 才能使用回春 那这个 跟菊妹你闪旁边去啊菊妹 那跟华佗的这个刮骨疗伤 才有才有用 才有用 对 所以变成说 比较尴尬了 我一开始给他装备里头是带有魅力的 那后来我把装备重新整顿之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比较尴尬了 我的关于现在是没有回春的了 那你问我没有回春的关于能不能玩吗 还是可以玩的 还是可以玩的 但是就是在高手过招的时候 会因为负面技能 会比较容易因为这些负面技能吃到憋啦 会比较因为这些负面技能吃到憋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关于他的兵种啊 是寄兵跟工兵 所以也是算一只比较平稳 算是以兵种来看啊 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降临啦 但是其实他的天赋就已经完完整整的告诉你了 我就是拼技能砍头 砍到头我就开大 砍到头我就开大 没砍到就 就开小 对 所以在英雄技能这方面啊 我个人有两种思路 推荐给各位 第一种思路 除军神以外 请学习所有的战前 战前攻击技能 以及远移攻击技能 战前的有哪些呢 像枪神 枪神是远移啊 枪神是远移 诶那个那个 夺制也是远移 那那个战前 战前的施放是哪招 极席 极席 像极席是战前的 对 然后 这些 这个天问是他没办法学了 这个象征是远二 离伤也是远移 反正两种想法啦 一种就是 你把你的关羽 除了军神以外的技能 全部塞远移跟战前 那就像是 枪神 枪神 然后 夺制 然后剑羽 然后 击袭 这几招 把它选起来 把它选起来 然后让你的军神 可以有着 最衰最衰 你的军神砍出去 你的武力才有高于对面 你的军神可是有高达57%的斩头几率 如果你的军神砍出去 还砍不掉对面的头 这局 输了也认了 输了也认了 老实说这局真的输了 可以认了 那离伤这一招 这招老实说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关羽 因为你看嘛 它是 魅力高于敌方英雄的时候 离伤伤害翻倍 那这招我在貂团那边讲过 它算是比较减伤 就是 降敌人伤害的 降敌人伤害的那个技能 比较不是伤害技 所以对关羽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适合 那其实老实说啦 剑羽的伤害 剑羽的伤害 浮动值超级大 浮动值超级大之外 它的低是非常低的那一种 高却没有到很高 所以剑羽老实说 我个人也是不太爱学啦 但是如果你要把关羽天赋 发挥到极致 那就是剑羽 即席 夺制 夺制枪神 夺制枪神 然后再搭配它天生的军神 这样正好五招 那你说 那你为什么不是这样学呢 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学 我先跟各位简单讲一下 我学的技能的思路 军神这个天生技 天生技没什么好说的 枪神 枪神就是我讲的 远移发动 而且枪神 你把它提升到13 13级之后 你近战每回合 都有60%几率在发动 就是让关羽的 英雄技输出可以更强 所以关羽比较偏向英雄将 比较偏向英雄将 就是真的拖进远移了 拖入近战回合了 你还有技能可以继续发动 铁臂 铁臂这招就要讲了 它是远移发动的辅助技能 它是辅助技能 这招是没有伤害的 那为什么我要学铁臂 一来 我不是高战 我不是高战 所以我的战力 一定会被很多人压过去 二来关羽也不是我的主练 所以能压过我关羽战力的人 太多了 那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我的关羽 要吃 基本上在他动手前 他会吃到对方的 战前的伤害 远移的伤害 之后 才是我的关羽的远移出手 我有一招 我有一招 等一下我没有学鸡洗 所以我没有战前 我没有战前 我没有战前 战斗准备回合前的伤害技能 所以一定是 对方战前 对方远移 然后才是我关羽的远移 那如果在这之前 我的关羽就被轰的 血量太低的话 会导致我这边伤害打不出来 基本上玩过这类游戏的 应该都知道吧 当你血量越低的时候 伤害是会越低的 当你血量越低的时候 伤害会越低的 所以我必须要放这招夺制 夺制是战前准备发动 那我方英雄呢 会联合我方前军 组成铁壁阵法 远战回合 我方全军减免 44%敌方后军造成伤害 那13级的效果是 铁壁持续期间 敌方英雄技能攻击时 也可以减免50%伤害 对就是为了保证关羽 我的关羽远移的输出 保证他远移的时候 打出来的伤害还是会痛的 对 那这招神威 近战首回合才发动 是不是怪怪的 对怪怪的 因为我那时候手边 正好没技能了 塞一个技能控格给他 所以我才选了神威 基本上我觉得 我应该是要学集席会比较好 学集席比较好 但是集席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 碎片两片 碎片两片可播 可播 没办法 集席是稀有技能 集席是那种稀有技能 然后集席猜得出来吗 集席可以猜出来吗 我有点忘记 集席可以猜吗 武将 武将集席 集席目前没有得猜 就只能靠 就只能靠游戏里面那个 稀有技能包给的碎片 稀有技能碎片包给的碎片 所以 为了维持战力 跟平衡一下 跟其他之英雄的技能分配 所以我的关羽 目前是没有集席的 但是我大推集席 我大推集席 为什么呢 因为集席呢 它可以在 它是战前发动的之外 如果我方英雄武力高于敌方英雄 集席有30%几率再发动一次 那这个不是多段伤害 是两次判定 是两次判定 所以等于是非常符合关羽的天赋 非常符合关羽的天赋 就是再多了两次30%可以砍头的机会 再多两次30%可以砍头的机会 所以 我觉得集席非常适合关羽 但是就是我现在没得学 可怜可不 那最后就是夺智 夺智就是远移发动的技能 那如果我方英雄武力高于敌方英雄 夺智可以对敌方后军也造成相同伤害 原本只是打前军而已 那15级呢 15级的效果是 夺智有38几率使敌方恐惧 那恐惧期间部队会无法行动 相对来讲相当克制兵种价 那 我的夺智呢 夺智是拆吕布来的 夺智是拆吕布来的 那吕布老实说 我碎片也没有很多 而且貂蚕 天赋还吃吕布碎片 所以尴尬 相当尴尬 对 相当尴尬 那最后我们来看宝物的部分 对我来说 我的思路是赤炎四件套 加上龙胆的两件套 伤害加成 那 宝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关羽基本上比较吃伤 那个就是吃英雄伤害 所以用赤炎套跑不掉 那剩下的基本上啦 我觉得二来 二来可以选用 江染跟灵怒没有 没有很适合关羽 那二来跟龙胆可以选用 那为什么选赤炎四件套 因为赤炎四件套它的效果是 对兵力75%以上敌人造成伤害时 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50%之外 每当释放英雄技能 都能 每当释放英雄技能造成伤害时 有20%几率 额外释放一次极验 那这个极验呢 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加入斩头的那个 它的天赋会不会触发 但是对关羽来讲 对我来讲 关羽是个英雄将 所以让它多能放几招英雄技能是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极验这招技能 极验它是远二发动 但是赤炎套就不用没有这个规定 那如果我方魅力高于敌方英雄呢 赤炎对前军可以知道 敌方前军造成差 所以它是烧后军的 那就是对前后军都可以 如果魅力高于的话 前后军都可以烧 那关羽本身其实就像我讲的 它需要装回春 所以它会去撑一点魅力 那要触发这个 这个叫什么 极验算是蛮简单的 大概是这样 那关羽副将的思路 关羽副将的思路 主要是它 它本身 它本身啊 天赋跟觉醒没有给伤害 没有给伤害 所以你可以找一些 天赋有伤害的人给它 或者是你可以增加它的生存面向 增加它的生存面向 对 那因为老实说关羽不是我的主练 然后 这个斩头技能 我真的觉得就是 吃几率吃到一个 不晓得该怎么说 吃几率吃到爆啊 所以对我来说 关羽 关羽的副将 我比较没有想法 我现在给它是徐晃 就是 我发发到英雄技能 对敌方造成伤害时 最高有50%的几率 让敌方兵力回复向我 降低50% 持续两回合 那就是 我都那么努力打你了 你可以不要再回血了吗 可以不要再回血了吗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目前配的是徐晃 那我想一下 我之后可能 哎呀闹钟呢 闹钟呢 那我看我们伺服器 有人的关羽是配 像 夏侯敦 这个是敦还是冤 对 敦 一只眼的是敦 就是寄兵部队受到伤害反弹 反弹伤害 或者是我有看 有人是配夏侯渊 但是配夏侯渊 我就说了 夏侯渊的天赋 就只能跑步跑 跑步跑快而已 我个人是不太懂 配夏侯渊的意义何在 不太懂配夏侯渊意义何在 或者是配张飞 配张飞提升暴击率 对提升暴击率 那搭配那个装备的 二来套 你就可以提升爆伤的 就可以让关羽的伤害 最 那个极大化 或者是我有看 有人配马超的 配马超就是让寄兵部队的伤害提高 就是提升兵种伤害 对 大致上是这样 比较常看到搭配是这样 应该是说我有看到搭配 大部分是这样 那有没有其他的玩法 就也是老实说 看各位自己克制化 像我觉得 其实 甘宁不行 甘宁兵种不对 甘宁兵种不对 我在想的是 他可不可以配那个谁 配 其实旁统技能没有很好 旁统技能没有很好 黄宗是工兵 不对 黄宗是暴击伤害的 黄宗是暴击伤害 所以其实用黄宗也是可以 用黄宗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 老实说比较多人 是把黄宗当主将来用 因为他本身的天赋 算是 比较强势吗 好啦跟关羽比起来 是比较稳定的强势 比较稳定的强势 跟关羽比起来 所以大部分 有黄宗人还是拿黄宗 有练黄宗人还是拿黄宗当主将 那或者是 孙策 孙策兵种不对 可怜 可怜 吕布啊 吕布其实也可以 吕布是寄兵 吕布是寄兵 所以可以当他前军将 如果有练吕布 其实 他的天赋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想当初我们 退坑的那个最强的玩家 当初吕布是全服第一呢 可惜他退坑了 哎 可惜可惜 好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 就帮忙按赞 订阅分享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 或者想要告诉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维恩 我们下期影片再会咯 拜拜